底下的高清影像 而它的外形就跟SARS病毒很像 致命的新冠肺炎让全球陷入恐慌 它的真面目现在揭晓 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 从一名美国患者身上取得病毒样本 再利用电子显微镜拍摄到高清版的病毒影像 研究所的专家指出 和2003年的SARS以及2012年爆发的MERS相比 新型冠状病毒和它们看起来都很相似 没什么太大不同 因为基本上冠状病毒的外形特点 就是它表面的突起物 因此才让它拥有冠状的名称 医学研究网站的最新报告指出 在最原始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染病患者平均会传染给3.77人 世界卫生组织顾问龙吉尼也根据感染者 通常传给2到3人的资料来推估 疫情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最终感染人数可能会比目前官方统计的6万人 高出数十亿 等于全球有3分之2人口都可能感染 日本有医师表示 新冠肺炎症状和流感很类似 像是都会咳嗽 流鼻水 或是发烧 身体避泪 甚至有人感染新冠肺炎 但症状很轻微 从感染到发病 都没发觉自己染病就自行痊愈 也成为新冠肺炎难以被察觉 却又很快散播出去的一大关键